大家好呀,上周咱们讲了工地神龟 从弹幕和评论区我发现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利用大众对龟类认识的缺乏而产生的各种骗局 依然大量存在,还很有市场 所以我打算出两期认龟视频 就认咱们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那些龟 这是切实能为很多人挽回损失的科普 以能认识为主,再穿插一点点进阶内容 这期就先讲讲其中的三种本土龟 首先是草龟,苗子与灰黑色调为主 其中会有一些颜色很黑的个体 但记住没有墨龟苗 再黑的草龟苗长着长着也会褪色 大苗和亚成阶段的草龟 可色会变得棕红,皮肤呈现墨绿色 头颈不规则地分布着一些长短不一的浅色条纹 这就是最经典的草龟形象 有些个体背甲上还有漂亮的金线 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些金线也会逐渐暗淡 因为个体差异和外在环境的影响 这时草龟的色调也有深有浅 有的发黑,有的发黄 但基本形态是类似的 成年的草龟会产生明显的雌雄分化 母龟会继续保持亚成时综合绿肤的基本形态 只是体型会更大,更厚实 公龟会逐渐默化,全身变黑 连眼睛都是全黑 这就是墨龟 乌龟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狭义的乌龟就是单纸草龟 我的某音账号一直很冷清 结果有次出了个讲墨龟的视频 后台私信直接报了 都是问自己的某只龟是不是墨龟 我这才知道许多人对墨龟有很深的执念 被人骗了很多钱也想要一只墨龟 可以很明确的说墨龟就是成年的公草龟 除了外观跟普通草龟没啥大差别 更没什么玄学的功效 养龟最重要的是体会乐趣 别太纠结一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另外有朋友说乌龟是草龟的学名 其实乌龟算中文正式名 学名是这两个拉丁文单词 前一个单词就是草龟所在的鼠 米水龟鼠 跟我后面要讲的两种龟是同鼠的亲戚 接下来要讲的是花龟 也叫珍珠龟 台湾那边叫长尾龟 苗子压成成体 外观差别相对不大 就是龟苗在视觉上尾巴长得特别夸张 花龟的辨识度很高 头颈部有着细密的条纹 并在头顶空出一大片 让我联想到某著名相声演员的发型 花龟的壳很漂亮 深色基调 中间两侧点缀着浅色斑块 非常精致 颇有黄元的神韵 所以黄元也有小花龟的别称 好元赛花嘛 最后介绍的是黄猴泥水龟 台湾地区叫柴关龟 之前讲地摊三杰的时候 就有一些非常南方的龟友反应 黄猴也很常见 为什么不是地摊三杰 其实在偏北方的地区 黄猴真的不怎么常见 我在的玉北小城就不说了 肯定没有 三年前我逛合肥花鸟市场的时候 合肥已经算相对南方一点的地区了 可还是没见到 应该算是常见龟类的守门员吧 黄猴泥水龟分为北石和南石 北石又细分了小青和大青 南石色深 右龟背甲中间有一道连贯的黑线 小青色浅 右龟背甲中间黑线不明显且不连贯 大青折中 以上是龟虫角度的说法 大概认识一下肯定是没问题 再深入一点就会发现其实没这么简单 黄猴泥水龟内部的争议很多 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翻翻我之前的视频深入了解 也是希望看了这个视频的小伙伴都能认识这三种龟 日后不会轻易被蒙蔽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咱们讲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外来龟 咱们下期视频见吧 再见